没有婆媳矛盾的家庭 都有一个睿智且明理的婆婆 她们从来不做五件事 第一 不说闲话 外人面前她根本就不会说儿媳的坏话 她只会说好话 因为她很清楚儿媳妇的面子 就是自己的面子 就是整个家族的面子 第二 不加干涉 她会非常尊重儿媳妇的生活方式 消费习惯和为人处事的模式 尽管她自己有自己的为人处事之道 但是她绝不会要求儿媳妇 也按照自己的方法来 毕竟代沟和认知不同 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 不提要求 她只会偶尔去看看儿子儿媳妇 但是绝不要求和小两口住在一起 或者让小两口做到早请示晚回报 没事就常回家看看 第四 不摆架子 她知道在儿子家 小夫妻俩才是第一位的 她不会觉得你嫁到我们家了 你就得什么都听我的 第五 不帮儿子 这样的婆婆很通情理 因为她也是媳妇熬成的婆 她知道 女人嫁人以后 到了婆家她是外人 回到娘家她是客人 那在我家遇到事了 媳妇没人依靠 即便是儿子有道理 她也会只批评儿子再安慰媳妇 不管是婆婆也好 媳妇也罢 最终还是那句话 女人 何必为难女人呢 您说是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